70 年產權公園 即將清盤最後竟然加推 來五單位究竟甚麼回事 之後的價錢三十多萬 即可以上車 清裝先去到四十多萬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期幸福家訓導 我是熊仔 今期來到山鄉的前餘 亦是整個灣區 目前唯一七十年產權的公園產品 大家可以看到它目前的進度 已經鎮行了一個插坑的階段 如果你選擇清水口交付的情況 到今年年底就可以交給我們的月主朋友 如果你選擇正裝的情況之下 就去到明年的六月份 我們接下來看一看 它最新加推來五單位的實際情況 究竟是如何 我身後的單位就是四十平方的 一個複式Loft 它這邊做了我們桑索士的設計 這個實木門到時候就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包括他們的智能密碼所有的 這個門進來之後 還未是私人的空間 因為他們做到桑索士的情況之下 這邊二樓上去 上面還有一個門 然後進來之後一樓這個位置 亦都有個門交給我們的月主朋友 當然這些單位比較出租 會多些 OK 進來之後 在這個位置到時候 這個鞋櫃就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到時候這些全部都是有的 包括他們做一些櫃的話 硬的高度都是足夠的 可以放很多 包括紙巾 包括杯子 那些是完全可以放得到的 對面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房間位置 這個可以作為我們的寶寶房 因為到時候 在這裏櫃是沒有的 在這裏放了一米左右的床 手尾會比較窄 當然這個櫃 不要的情況之下 床可以做大一點 但是如果這邊做的話 只可以做一個一邊落地 電視機放在這裏 手尾會有點過激 這個飄窗位是送的 這個飄窗位 看出去就是我們的露台的位置 OK 出來了之後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開放式的廚房 當然這些硬件是有的 上面的櫃 全部都是我們的交付標材 包括我們這個位置 亦預留了一個雪櫃的空間 在這個位置是OK的 這個櫃倒售就沒有了 這個櫃倒售就需要自己去裝 對面這邊就是我們乾濕分離的洗手間 當然這些競櫃倒售也是有的 而且他們這個競櫃做了兩層 高度是足夠的 放一些沐浴露紙巾都OK 沒有問題 這邊亦有個名位 這是名位 因為對出的位置就是我們的露台的位置 這裡沒有製造了我們的玻璃 因為製造玻璃的情況下 這個空間的手尾會比較窄 所以日後也可以類似於 樣板房的設計做一個拉布 鋸在身就OK 這個花灑倒售是有的 馬尺稍少但五臟居存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轉人房 這邊的望向就是我們的小區 原來的一個位置 還有一個填車場 這個床做了兩邊落地 1.6的床 其實手尾放大一點點 對面的話就可以放一些電視機 櫃他們做了這個位置 這間房間是連通賣我們的露台的位置 這個露台是屬於一個內露台 位置來說是舊的 而且這個位置放回衣服也是舊的 對面這個位置 但如果太陽的話 手尾應該不會曬入你 應該是讓熱氣蒸乾一些衣服 包括他們這些插座 也做了一個防水式的設計 這個就是一樓的設計 我們去看看二樓的設計 它又是怎樣的 二樓這個位置都是一些公共的空間 但他們又不是用這些專程膠樓 不是膠樓標準 上來之後的話 他們這個門到時候都是我們的交款標準 當然想在這個位置做一個櫃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窄 當然如果想做的話 都可以在這個位置做一個櫃都可以 可能會小一點 裡面的空間就是我們幾別的房間 這間房間就會比下面的房間大很多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先看看這個私入空間 這個就是我裡面的一個衣櫃空間 走廊位全陣送的 裡面做了一個衣櫃是可以的 一米三的人站在裡面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這個床的話就是我們兩邊的地床 一個米五床的設計 其實這個空間是足夠的 還有這間房間它是連通我們的二樓的庫路台 當然它跟我們一樓的庫路台是一樣的 到時候可以放置衣機在這個位置 放置衣服在這個位置都可以的 這些單位的話就比較適合於租 還有它們乾濕分離和我們下面那個 是一樣可以做到名位 因為這裡是可以推出去的 最後就是我們轉任房了 這個轉任房有點特色 一樓就是轉任房 穿回到我們的露台 二樓就是客房穿回到露台 這間房間就擺放一個米六床 兩邊的床頭櫃 它竟然後面這個位置 雖然說是有少許窄 但是它們這個位置做了櫃是可以的 而且這個位置同樣可以放一些電腦 我們工作是可以的 這些單位如果正裝的情況下 就46-50萬之內就有得成交 如果是選擇無批清水扣 需要自己去裝修的情況下 大概是36萬左右左右 看看 無批的話 34-38之間的價錢就可以了 我身後的單位是05單位 05單位在目前所成低的單位之中 是最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的話它是沒有推出來 有一些部分的因素 沒有滿足得到 所以現在確定了 才會推出來 這個尺寸我建議做一些 居家形式會好一點 為什麼呢 它有一個地方 跟其他單位不同 就是它只有一個露台 其他單位只有兩個露台 我們先看進來之後 它們到時候這些櫃 就是我們的家庫標準 是這些櫃 對 進來之後 第一個空間 這間房間 除了空調帽之外 就是我們的家庫標準 當然上面的燈都是有光的 床的話 這個空間 其實都是舊的空間 放到盡 這台有一條柱 手尾沒有那麼好 對 當然 這裡大家可以覺得 露台在哪裡呢 其實露台在這個位置 到時候交樓的時候 它會打通這個櫃窗位 打通了之後就會走回去 雖然說 可能不是特別方便 因為在房間裡面 但是它也有一個外露台 平時曬衣服 就可以被太陽曬得到 OK 出來了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 除房了 除了這塊椅 這塊椅沒有之餘 其他的全部都是交負標準 洗得好 同樣是用電視錄 下面的櫃也組好了 對面這個空間 就是我們的手套間 同樣他們這個是一個名為 這裡好就好看 每一個空間 其實都是一個名為 食飲師都可以過來看看 這個空間 就是他們這個外露台的一個空間 平時 他得到交樓標準的時候 就會做好 因為他們現在的陽曬房的設計 是沒有封住的 那個標準位是沒有覆蓋到的 所以就沒有看到 這個單位的話 一層就只有一圖 對 同樣是乾濕分離的設計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轉容房 這個轉容房的空間 就手尾會大很多 你怎樣設計的話 其實都可以做得到的 對 床呢 床我看看是放在哪裏 因為他們這樣做就不對了 因為他們這裏 放到一個插座 因為門在這個位置 是不能放到電視機 所以這個位置是頓入口要改的 當然啦 現在是先給大家看看 到時候陪體的單位標準 是以一個毛季 或者是自己的清水樓去裝修 根據自己的一個意願去做 正裝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們上二樓的一個設計點 這個弧形怎麼說呢 總是讓我覺得有一種怪怪的感覺 我們先看看轉容房 這個轉容房 這個會好很多 因為他們這個測座 整在這個位置 就算放電視機 那邊放床 是可以的 一樓的手尾會比較怪 當然啦 如果你自己住的層門之下 一樓的空間 其實可以做廳 做客廳 是可以的 當然啦 他們這個乾燥分離細小間的空間 其實是不夠的 因為北境裡說 只有40平方個單位稅 有這樣的空間 其實是不夠的 上面這一層 全部都是不做的 對了 儲位這些就沒有辦法 但是你也可以根據他們的一個設計 就是做回一些床 每一間房間好就好看 每一間房間都有窗戶 每一間房間都有窗戶 還有它陣送面積得多 在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做空間 那這些單位的話 基本上 如果是 無窗戶 都是三十幾萬 三十四到三十八 左右 高層可以有選擇 正裝的情況之下 就去到四十六到五十五以內 再有成交 另五單位的話 就是它單邊位 只有一個露台 就是日後 在客房 一樓客房 飄窗位那裏 駁回 那裏只有一個露台 二樓是沒有露台的 排除另五單位 所以承低的貨員其實不多 高層的話 就是七樓一個單位 九樓兩套 十樓有兩套 除了六七 九十 其他的話 就去到四樓 甚至二樓 所以 零五單位的選擇性 就是會多些 但是零五單位這個尺寸 就會比較適合自己居住 建議 可以自己裝修的情況之下 自己裝修 如果不是的話 交給發展商 因為一樓主任房的位置 其實是做得不適合的 所以建議如果選擇 105單位的話 就可以自己去設計 裝修 目前雙鎖匙四十方 有兩個露台的話 最好的樓層就是 九樓和十樓 是最好的 目前承低的單位 不是很多 而兩者之間的價錢 就是差不多 無批的話 都是去到三十四到三十八 正裝的話 就去到四十六到四十八萬 左右 如果你是選擇 投資的情況之下 當然 雙鎖匙 會好些 有兩個露台 一個 自己住的情況下 你五單位的手未會好些 因為你五單位 去單邊位的情況下 有一個露台 二樓有兩個房間 一樓也有一個房間 其中一個房間 建議作為一個客廳 去用 是會比較舒服些 對 這邊投資來說 性價比比較高 都是建議雙鎖匙的單位 目前可以選擇的樓層 其實高層的位置 只有六層 六樓 七樓 九樓 十樓 八樓已經賣光了 我們每個星期六天 都會在香港太子A7口 有體樓團 當然 你不想參加體樓團的情況下 也可以私人電製 一個體樓路線 安排到最舒適 最舒適的體樓服務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樓是沒有實傳實味 但相信一定有最黑色的樓盤 我是熊仔六 持續環境大力中山 最新的樓盤資訊